环球时报报道税务部门近期已发 对富士康集团在广东 江苏等地的重点企业进行税务击查 自然资源部门对富士康在河南 湖北等地的重点企业用地情况进行现场调查 简单说就是查税加查用地 在中国政府主动查企业的税务用地是很严重的事情 基本上还没听说有哪一家硬邦邦 查完了一点是没有全身而退的 之所以这次查郭台铭 环球时报也解释了原因 包括富士康在内 台子企业在大陆分享发展红利 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 也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郭台铭这次又试图参选 台湾地区领导人 他虽然做企业很成功 但在政治舞台上就像个小丑 四年前他给国民党宣了几千万 觉得自己是金主爸爸 牛逼了就要参选 但国民党内部不支持他 失败后就宣布退党 等到又一个选举周期来了 又向国民党道歉要回来参选 但在党内还是没人支持他 就又一次退党跳反 最近为了吸引公众眼球 路途为短视频宣传想复制特朗普 但人望很低 他的民调支持率连百分之十都不到 没啥希望 偏偏他为了参选 还喜欢巴拉巴拉乱讲话 其中有一些话觉得已经过限了 完全不符合 一个在大陆有巨大生意往来的企业家 该说的 这次稽查行动 富士康肯定不会轻易过关 有可能会影响苹果产品的出货 对果链其他公司可能算潜在利好 一旦富士康出事 他们有机会承接产能 至于富士康股东 那当然是很大的利空了 正好今年曾挨挨概念 涨了不少 要跌起来绝对有空间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